哈喽各位书名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虫老和 拿好手机跟着老和一起来盘一盘吧 今天呢小编要说的主题是 韩力斩三师未完成 就遇到前身三师 时间空间轮回三大道祖 或是韩力前世斩三师 我这么说的原因呢就在下面的视频中 在凡人修仙之仙界篇中 时间道祖修炼时间法则 而轮回殿主修炼轮回法则 二者是仙界顶级的巅峰强者 修炼的法则也皆为至尊法则 二人在亿万年来 为名为权争的你死我活难分结果 其实呢二者强弱实在难断定 实力差距只有好理 若要拼个你死我活也会两败俱伤 如此强的两个人究竟有何生死大臭要如此厮杀 首先呢二人是名利如浮云 最有可能因为仇恨或者实力相争 其次呢难公满作为轮回殿主前世爱人 实力也不弱 但却陨落轮回转世 其死可能是时间道祖所导致 再者时间空间和轮回三大至尊法则 源自最原始的本源法则 以一划三 然后再衍生万千大道法则 因为时间空间和轮回转世等诸多因素 在仙界片中错综交替 因果循环已经出现蓄乱 韩丽的前世必然不凡 即使现在只是作为凡人修仙的代表 所以呢韩丽前世可能是一个修炼原始法则的超级大能 在成就道祖进时 斩下了三师 这三师就是日后出现的黑袍人 轮回道祖和时间道祖 不过韩丽前世的陨落不知是所展师所至 还是应节转世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